他们是盲人的眼睛 有时甚至是盲人的大脑 原本贪吃好动的犬只 为何摇身一变 成了不受诱惑 尽忠职守的导盲犬呢 导盲犬超级训养师 科技院马上播出 各位好 欢迎来到科技院 让我们共同分享农业科技的魅力 今天我们继续超级训养师的话题 从2015年的5月1号开始 势力残障旅客可以携带导盲犬进站乘车了 导盲犬啊 在我们的意想当中温顺 听话很聪明 和我们家里养的宠物犬有很大的区别 那么这些导盲犬 它平时是怎样工作的 又是怎样被训练出来的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为您揭开秘密 导盲犬莎莎 已经为盲人文士鹏服务八年了 这八年来 每次外出 莎莎就是文士鹏的眼睛 帮助下台阶避免踩空 引导避让车辆直到安全 一会儿我们要到前面 过一个红绿灯 然后去车站 坐公交车 坐26路公交车 遇到紧急情况 上前一步保护主人 带领主人 快速安全通过人行通道 找到合适的行走路线 防止被撞 挑选里侧行走 绕开障碍 到达主人交代的公交车站 安静地握在主人的身边 遵守公交车的秩序 莎莎就像我的家人一样 都是我值得信任的 导盲犬杀杀的这些本领 并不是天生的 它毕业于大名鼎鼎的 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 谢谢 咱这样不动 上车 我叫周元 我是中国导盲犬 带领体信基的一名训导员 因为体型大 性格相对温顺 拉布拉多猎犬 和俗称金毛的黄金猎犬 是这个学校的主要声源 一岁入校开始接受培训 最晚三岁 要么光荣毕业 成为导盲犬 要么被淘汰 导盲犬一定要去严格地要求它 如果就是它有一点点的缺点 那么它也会被淘汰 导盲犬的一丁点错误 都有可能给使用者带来危险 这个犬它的淘汰率是70%到80%的 非常之高 导盲犬是盲人的眼睛 有时候甚至是盲人的大脑 这些再训犬 应当练就什么样的品质和行为 才能成为导盲犬呢 它们必须要抵制住哪些诱惑 通过哪些考验 才不会被淘汰呢 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工作安 叫导盲安 当然带上这个导盲安的时候呢 它就会进入一个工作的状态 脱掉这个导盲安的时候呢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宠物犬 它也可以随便玩耍 金宝就抢了 把金宝帮帮的 让它在后面追一点 在平时 周园会让它们尽兴地玩耍 可是一旦带上导盲安 再训犬 就要马上进入工作状态 周园正是利用这种反差 来强化它们的工作意识 对工作呢 我们就要进入工作的状态 就你最喜欢的球 金宝是不是 现在要给你诱惑一下你 你看你有没有反应 等着不许动 等着 这是它最爱的球 最喜欢的球 那么放在它的旁边 它也不会有任何的反应 很恐怖 怎么回事 主要它就抢去了 对啊 它就抢了 你说它又不是神 它是个动物 它能那个没有 小黑狗 是周园特意安排来 刺激再训犬金宝的 它刚开始的时候 它并不是说 你给它带上一个工作案 它就是立马进入到 一个工作状态 对吧 它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不许咬这个球 等着 你等着 我们主要就是说 虽然这导盲选 就是靠这个言语上的鼓励 然后以及肢体语言上的提示 今马上现在上课呢 现在是抗干扰训练 一定要不能对外界任何事物分析 其实刚开始 每一条狗都不懂训导员的意思 就是一条狗 它根本就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在讲什么 但是说这个狗狗吧 它能识别人的语气 这个狗狗的听力特别好 大家说你说 好 宝宝真棒 这种欢快的语气 它是能知道你在表扬它的 对 等着很好 非常棒啊 每做队一个动作的时候 我都会去表扬它 都会去抚摸它 好 宝宝真棒 每天都是这种重复性的训练 它一点点就会明白 很好啊 相对于油光发亮的鸡腿 玩具球只是小意思 鸡腿有肉有骨头 绝对是狗狗的治安 当再训犬遇到鸡腿 会发生什么呢 他这个咽口水这样一个行为 是他是一个狗狗的天性 因为狗嘛都贪吃对吧 这只要别分鲜 这只要别分鲜 不吃呢 那我们的狗它为什么不吃 因为它有一个 巨石学练的这样一个科目 不是不想吃 而是不能吃 怎样让狗狗抵挡美食的诱惑 这就要靠一项特殊训练了 跟入校两年多的金宝不同 再训犬卡尔还是刚入校一个月的新生 对于身边的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 其实他现在只是智乎智的玩 智乎智的走 他没有就是说顾遇到你的感受 训导员周园 对卡尔的巨石训练 就先从摸底开始 假如他能成为党忙犬 他带领忙人工作的时候 那么旁边有个人给他吃的 那么他一定会被吸引住 那么忙人可能会有危险 如果新生卡尔不能通过巨石训练 就会被淘汰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犬肢巨石训练 现在我要拿食物来诱惑他 但他不可以吃这个食物 必须要等着这样 来 卡尔 这个好像小小一点 那不行 不许多吃 不要口气 不许多吃 不许多吃 多吃 我看爪子行不行 No 不许吃 你又不许一切 怎么今天得整啊 刚开始一只新犬 他的天性就比较贪吃 那我们会告他等着 那么当他想吃的时候 我就用这种严厉的语气 No 去制止他 No 不许等着 No 第一次的时候 他并不会很拼你的 那么第二次第三次 反复重复地去许练他 他会行很硬的条件反射 他会坐下 会等着这样 我发现他现在好像对食物不太感兴趣了 对 因为你手里面不是也有食物吗 因为他狗狗的嗅觉特别敏感 他都闻得到你手里面的食物 狗狗他都会欺负人的 他都觉得你比较好说话 你可能会给我食物 他们都特别特别聪明 一直不要他吃 所以说他现在已经对他有一点点一点点的免疫吧 没有像刚才那么就是说不安 这不能吃 那不能吃 还有什么是再训犬能吃的呢 不吃等着 犬粮 很特别的犬粮 这也是巨石训练中一项重要内容 他吃的是犬粮 每天八粮犬粮这样 那不可以给他就是说加任何有调味剂的东西 什么盐啊 什么酱油啊 都不可以给他吃 不能让他知道啊 这个东西是很美味的 那以后就是说 遇到这种路边的小吃的话 他会对他有一定的卸力 马上会有危险啊 早上喂食的时候 我会让自己全部都坐下等着这样 然后只要我们告诉他 吃吧 而训练导盲犬最大的禁忌就是动手 不管什么原因 一旦训导员打过再训犬 这一只犬就再也没机会成为导盲犬了 因为盲犬看不到 你要随便这么三打他以后 那盲犬一回首告他 走吧 他就以为是不是要打我 他会有多闪的行为 你这样的话 就是说盲犬可能会找不到他 还有比抗拒美食更难的训练 是改变导盲犬的天性 犬类天性活泼好斗容易分心 可导盲犬在工作中 必须得做到专注不分心 因为这关系到盲人的生命安全 咱们看到狗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让它分心 如果它分心的时候 也是盲人就会有危险 那么我们就是说 话说话一定要保证盲人的安全性 这条街是周园特意挑选出来的 因为街上盘踞着许多小狗群 狗见狗肯定会分心 要么玩耍 要么打架 而要想视而不见 就得进行专注性训练 有的狗就把我们的狗就咬 当时就见血了 我们的狗也没有反抗的 然后我们学校就特别心疼 即使被咬了 工作状态中的再训犬也不会还口 这是为了保证盲人的安全 而进行的特殊训练 而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学员 就不一样了 干嘛去了 干嘛去了 回来 刚开始的时候 带她的时候 就是说她会冲着这个狗就过去 就是说想跟她玩 不得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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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太怕是吧 你见过这么大个 吓了 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我就会去拿这个 我们都有这个刺激链嘛 就是说她有伸缩的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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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会去顿她 No 不要 No 她有脖颈 会有痛感 她知道 我不能这么说 如果我这么做的话 就是说你会 就是顺着我的老师会让我有痛感 No 卡尔 No 必须是正在进行试 就是说 她正在咬的时候 你去指 她告诉 No No 不咬 No 不可能一次 我跟她说一次 我说No 你不许去咬这个狗狗 然后她就不去咬 她不去这么做 不可能 你需要一定的时间 新学员卡尔 要想练就心无杂念 少说还得三四个月 为了能让我们看到专注训练的效果 周园特意让资深学员金宝 沿着卡尔走过的路 又走了一遍 看一小狗 难道她不想玩吗 她想 她心里面是想玩的 但她不可以 她不可以这么做 然后必须就是说 带着盲人就一直往前 引导盲人过马路 是一项对安全要求极高的训练科目 马路上 车速高 车流大 突发状况多 就算是正常人 稍有不慎 都有可能出问题 何况是只狗呢 导盲犬的这些本领 都是训导员充分利用犬类的生物特性 并加以训练的结果 你知道吗 导盲犬过马路 其实是分辨不出红绿灯的 狗过马路的时候 你就不能站在这个人的角度上去看到问题了 为什么 因为狗是色弱 那么在他的世界里面可能只有这个黑白灰 因为是色弱 所以在犬类的眼中 红灯跟绿灯几乎没有差别 也就没有红灯停 绿灯行的意识 导盲犬过马路 靠的是两样天性 一是对快速移动的物体很敏感 狗狗对这个移动性物体特别敏感 就是好比这个球嘛 然后这个球移动的时候 他们特别敏感 他们会马上就追过去 对吧 所以说这个 当他们过马路的时候 这个车也是同样 它会来回移动 那么当这个车静止的时候 它可能会走 它会自己判断 我问它走吗 它可能会前进 正是因为它对快速移动的物体很敏感 训导员就让再训犬知道 有车移动的时候 就要停下来 导盲犬过不过马路的另一个依据 是车流的声音 所以说这个狗狗它的听力特别好 那么它会听这个车流车数的声音 当没有声音的时候 它会可能会前进 导盲犬是盲人的眼睛 怎么才能让导盲犬 做出正确的决定呢 在平时 训导员们会特别培养 他们的自主意识 正常情况下 我会让这个狗 有一定的服从性 对吧 我会告诉他 坐下 它就会坐下 我说握 它就会握 对吧 那过马路的时候 它必须是 它有一个主观的判断意识 我让它来判断 我并不会说 它过马路的时候 我不会说 我说走吧 我不会把它判断 我会直接 我会学问它 一种学问的恐慌 我会问它 走吗 培养导盲犬 过马路的自主意识 很难 难点就是 得让它们 遵从和执行 人的交通规则 有多难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 刚入校的新生卡尔 是怎么过马路的 好了 现在这个眼罩戴上了 我现在 还是什么也看不见了 是不是站在马路中间了 卡尔 过马路 卡尔 卡尔 感觉不像是在过马路 卡尔 诶 它是顺着路边 在走了吗 卡尔 我现在是又回到人行道上了 卡尔 靠他自己的意识 去带着我过马路的话 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他 我能感觉到 他一直在不停地兜圈子 吃饭 再来一次 这女女勾引了 过马路 卡尔 过马路 卡尔 如果不是我们的记者拉得紧 卡尔早就冲过马路了 瞅准空档 快速冲过 卡尔过马路的方式 也是大多数狗狗的通用招数 可是不讲规则 给盲人带来的危险会很大 新生卡尔 跟许多普通犬是一样的 都是横冲直撞过马路 可是经过训练以后 就不一样了 要培养再训学员的自主过马路意识 就要先从行为上规范 就是说我们训练他过马路的时候 我们先告他找半马线 那么他会他找到的时候 我们会表达他个好宝宝 真棒 金宝找半马线 金宝 Good 非常棒 好宝宝半马线 然后之后呢 我会让他自己来判断 就是完全是依靠他来去判断的 金宝看车 金宝走吗 Good 非常棒 只走别分线 走别分线 之后就是大量的实力训练 周园要带着再训犬 一遍又一遍的过马路 在行走中 不断指证他们的错误 肯定他们的正确行为 在这个环节中 周园说的最多的 就是走吗 辛苦 特别特别辛苦 有的训导员的话 可能会有 会三四只狗 然后老的训导员的话 可能是六七只 这样都有 那么你一天都会在外面行走 那我们可能是要走 二十多公里的路吧 走吧 每天都要这么走 然后我们的这个鞋子 都是磨破了好几双 我们一个季节 可能就是要换个 两三双的鞋子这样 这一点都不夸张 我这是为了拍摄新换的鞋子 资深学员金宝 还有半个月就要毕业考试了 为了能让金宝 多一份成功的希望 周园正针对他不自信的毛病 加大培训力度 而新学员卡尔还要学习 帮忙人上下台阶 绕路障等等科目 要成为导盲犬 他还要经历很多 在中国我们所有的导盲犬 都是免费交付给市长人使用的 从2006年至今 我们已培育了80多只导盲犬 周园告诉记者 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训练出更多的优秀导盲犬 为市长人士提供便利 希望这些导盲犬 能够成为他们的眼睛 也希望我们都能给市长人士 更多的关爱 普通的狗通过训练 变成了导盲犬 除了自身的天赋以外 更是离不开训导员的训导与陪伴 他们是导盲犬的老师 更是导盲犬的朋友 很多动物通过训练 都可以成为人的好帮手 所以请大家一起善待动物 跟他们友好相处 下期节目请您继续关注 我们的超级训养师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 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你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 联系方式获取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他们是军营热血男儿 他们与警犬朝夕相伴 他们与警犬沙场历练 铸酒安宁盾牌 走进警犬训导园 科技院下期讲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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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